没想到打响租界官宣第一枪的 竟然是南京hero久禁 就在刚刚hero正式发布官宣 对抗路选手景婉租界到TCG 征战即将打响的挑战者背 由于景婉和景氏曾在FYG当队友 所以TCG算是凑齐FYG双子星 如果景婉和景氏能有亮眼表现的话 那么下个转会期无意会很抢手 另外TTG也有新消息公布 DGC终究还是下课了 在TTG年总黯然出局后 现场就有粉丝对DGC贴脸开打 结果DGC还是扛下了一气 TTG本次挑背翻番确定休息 子幻也不一定能打 加上抽到了一具所在的二组 出现前景恐怕真的不乐观 除此之外狼队一度被爆要租界不染 但这个瓜已经被证实为假瓜 大概率到时候会台上二队打野 也就是夏季赛登场过的小轩 对于小轩来说 挑战者背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可以说每一场比赛都是身价局 最后就在今晚 军团背小组赛即将揭开序幕 某手和某牙的军团将进行对决 很多KPL选手要登场打比赛 其中就包括腰刀和酒库等等 KSG这边赛讯组新成员疑似浮出水面 前老干爹领队关注了KSG老板 而轻鱼也是高强度吃瓜 直言老林和小胖要加盟KSG 腰刀转打野自己转辅助 属实是自己的节奏自己带 老林来快手真的假的 老林就在我旁边了 老林在我旁边 你信吗 SK来了 SK也来了 SK和老林在一起呢 他俩坐在一起就在我旁边 我旁边刚好两个椅子 坏手买小胖吃瓜 其实我们 调碑是小胖 小胖和翔子一起上 翔子转回射手 然后刀子 刀子再转回打野 小胖玩对抗路 玩死路 知道吗 我是你个拐 你这个招老头姐坏得很